那判断什么呢?判断储存格里面的值 如果小于0表示是负数 Zen这个里面的值我就给它乘上负1 再把乘完之后的值再丢回来 这样的话里面本来是负数就会变成正数了 OK 那我上个礼拜最后讲过 如果今天好了我换一个 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的需求改变 我希望我的想法是这样 帮我查一下 里面如果有7的倍数 7的倍数 请你帮我把那个7的倍数呢 改成红底白字 红底白字 OK 那你想说第一个 其实基本上呢 如果要改写的话 大部分的东西都一样 所以你其实你可以当然偷懒一下 不过当然尽量你用复制贴帐 还是要非常小心 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复制贴帐虽然很快 可是呢 很容易出问题 那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程式 稍微改一下 比如复数转换这个sub 你可以把它改成 比如说呢 能这个这个 比如说改一个名称呢 叫做7 比如说7的倍数之类的 那我要知道几个讯息 如果说这个范围应该是不会变 主要是这个地方要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 如果这个里面的值 可以被7诊 被7诊除要怎么表示 而且呢7诊除之后的话呢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 要把它变成什么呢 变成红底白字 对 红底白字 那你想说红底白字 那要怎么表示 如果说你完全不会的话 其实很简单 做个什么呢 录制剧集的动作 我名称不改好了 假设我这个红底白字是markle 1 OK按确定 如果我想知道就是 试完之后呢 就知道说 这一个红底白字的程式怎么写 那你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程式 加到哪里呢 加到判断式里面去 你就可以做出像这样的一个程式出来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了 基本上我想简单复习一下 这个复数转正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 这个范例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那你做完之后呢 请你把7的倍数呢 比如说7的倍数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红底 假设是红色的底 白色的字 类似像这样子 一个一个帮我做出来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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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